好 接下来第二个是非常常考 即便我没有归类在单元A里面 它是整个贯穿营件工程里面的观念 不论是在我们这边看到的营管 或者是同学的施工法 甚至是如果今天在大地里面 考了比较食物方面的题目 你也可以利用这样子的作答方式去呈现 所以现在要教同学的不仅仅可以适用在营管里面 你只要是跟管理相关的利用这样子架构 其实都是很好使用的 好 我们进一步来看 这边下面有一个比较大的空白处 同学可以在这边做一个简单的抄写 好 我们来看怎样的架构呢 如果同学有上经修班的话 就可以知道刘老师在第零章以及第一章 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在跟同学分享 那这些怎么使用呢 比较常见的第一个是什么 是我们的九大知识领域 九大知识领域真的只有九大吗 其实它有延伸到变成十四大 好 除了九大知识领域之外呢 我们还有什么 计符办法第九条 哇 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长考 只要跟专案有关 只要提到专案加阶段 你都可以使用计符办法第九条 并且我可以告诉同学 怎么去呈现版面会最好看 因为计符办法第九条 它其实同时盖刮了四五六 计符办法第四五六条 所以你要怎么去呈现 告诉老师 我有这样的专业程度 好 除了计符办法第九条呢 我们还有什么 还有我们七大计划书 同学有把这七本计划书背起来吗 如果这三个没有背起来的话 勸同学考选部那个一千八百块 就先省下来去吃一点好吃的 让自己更有动力前进 好 那所以除了这三个东西之外呢 还有什么 PDCA 你可以不断不断地去做计划执行 检讨 进一步再回馈回来 PDCA非常的好用 在风险控管的这里 或者是如果你发现 前面这三种方法 都没有办法去明确地呈现作答的时候 你就可以使用PDCA去做 好 所以常用的架构 除了这四个之外呢 还有什么 我们要很常使用到的是QCDSER 除了你在讲求品质 除了你在讲求你的cost 你的花费 除了你在讲你的供期 除了你在讲你的安全 甚至你的环境以及风险 是QCDSER只能这样子解释吗 等一下我会把这个观念 应用在履约争议里面 让同学在履约争议的背诵 以及作答可以更加的弹性 以及灵活运用 所以这个方式也要把它学起来 除了QCDSER 我们是不是常见的有5M 5M是哪5M 不论是你的工法 不论是你的钱 不论是你的机器 等等的 它都可以算在5M里面 因为这个5M是不论是 就是不论今天是不是业主 今天是乙方 甚至是设计单位 它也都非常的重视 好 接下来呢 有了5M 就有5个W 大家以前在学英文的时候 应该有学过吧 5个W What When Where Who 还有How much 你要花多少钱 你要用什么方法 你要在哪里 你要跟什么人合作 你要花多久的时间 就是在5个W里面 如果你可以把这些管理的架构 灵活运用的使用的话 不单单是在营件管理这一科 你在施工法 你在大地里面比较实物的考题 你都可以这样子去做回答 好 所以这样子的架构重不重要 重要 所以即便是它现在没有被我们归类在单元A里面的 营件管理常用架构里面 其实这个它是整个涵跨到 营管甚至其他科目都可以使用的 好 所以我们花简单的时间告诉同学 在这三堂课里面 我会带给同学什么东西 除了刚刚讲的这些 我还会带大家看破题以及关键字 进一步去做延伸应用 甚至跨章节跨科目的使用 好我们进一步来看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在110年跟108年的 国考上面都出了这样子的题目 它真的非常的经典 请同学务必要记 务必要背诵起来 好 看到这样子的题目 记服办法第九条 第一件事情 我先告诉月卷老师 我知道你想考的是什么 采购法的第三十九条 我要办理相关的专案委托案 那马上就可以知道 我是利用记服办法第九条 那我把答案的呈现上面用 这边跟同学补充说明一下 我们在答案卷上面 可以用三种颜色的笔去呈现 有哪三个 有黑笔 蓝笔 以及铅笔 还有铅笔 那当然铅笔是在做图的时候 再使用就好 我在做答的时候 基本上不太用铅笔 为什么 因为我有当过就是补习班的月卷老师 我知道 如果今天这份考卷 全部都是用原子笔呈现 不论是蓝笔 不论是黑笔都好 只要出现铅笔 我就大概知道这个同学 他在做图上面 或是做答上面 有一点点的不确定性 一样是完整的答案 两个 一个比较确定 一个比较没那么确定 专业度高下 一看就知道 所以我自己是不太使用铅笔去做答 你说答案卷黑笔黑笔 黑笔就是一个颜色 蓝笔你可不可以有好几种颜色 可以 你可以有什么天空蓝 Tiffany蓝宝宝蓝什么蓝 你都可以有 所以我自己在考场上面 我惯用的是三个颜色 除了黑笔之外 我蓝笔 我会用 0.38的 的那个经典的蓝色 0.38有很多款 我这边没有业配 所以同学不要说 我特别在说哪一支 就是只要是0.38的 那个蓝色大家就知道 好那又或者是 比较浅一点点的蓝 比较浅一点点的蓝 是为了做一些做图上面的标示的时候 我会使用到比较浅一点点的蓝 好那这些内容 这些使用的签笔 这些使用的笔的颜色以及方式 我稍后都会在作答里面跟同学说明 但是真的我非常不建议同学使用叉叉笔 叉叉笔它的使用的原理是 遇到热它就会不见 所以如果说你是考三特四特的 在年底可能还没有这么大的问题 可是如果你是考高考或普考 你是在很热的时候 你怎么确定你的考卷不会刚好放在太阳直射的地方 你预热直接全部都不见 你的答案卷当成空白的 有没有可能是零分 有可能只要有一颗零分 就即便你其他颗都是满分 都不可以上榜 所以同学特别注意绝对绝对不要用叉叉笔 既然讲到答题的技巧 还有一个重点是答案卷不可以90度的拿来作答 什么意思 我今天的隔线长的是像我黑板上面的呈现 你可以把它整个90度变成这样子去作答吗 是不行的哦 这个是在答案卷最一开始有明确规定是错误的作答形式 所以请同学务必记得 好 迅速讲完之后呢 告诉大家 我自己在做答的时候还会有一些小技巧 我自己非常非常喜欢用图 图示 或是表格 这边我们统称叫做图表 我自己非常喜欢用这两个方式去作答 进一步还有的是条列式 比如说123不同的相似 或者是123的细分A B C等等的 我很喜欢用这样子的呈现方式 然后还有最后 我很少很少会使用到的是文章式的作答 比如说哦 因为他没有办法如期完工 所以必须缴纳预期违约金 哇 你可不可以直接把他的重点给mark出来 可以 所以我比较少会使用到的是文章式的作答 好 那你会了这些作答的技巧之外 你需不需要告诉老师 你的段落版面配置的 很明确让大家知道 让岳俊老师知道你的重点在哪里 要 所以我等一下也会针对这些技巧来教同学 好 那我们来看哦 这样子的题目一出来 我马上告诉岳俊老师 我知道你在考技服办法第九条 并且我用不同的颜色蓝色去呈现出来 你的重点是谁 你想要考的内容是谁 好 接下来我的大纲 我使用黑笔去呈现 如果我机关需要去委托厂商办理专案的话 我应该要依据它的采购案件的性质以及特性 还有实际需要把它各个阶段以及它可以服务的内容 列出来 好 列出来的这时候 我用很明确的段落呈现 我用黑色的框框框起来 我告诉老师 这个就是不同的阶段 并且我利用箭头画出来告诉老师 哦 我这样子在这个箭头里面是它有先后关系的 我的可行性研究先完再规划咨询及审查 诶 那你可不可以在箭头里面做一些内容的配置 可以 你把它条列出来 哦 我需要这些 这些计划为什么要去做啊 它是不是有一些交通量跟资源的需求 所以我才要委托这个专业的厂商 诶 那我进一步我要不要告诉月娟老师 他的可行性的程度 他对环境的冲击到多么的严重 或者是他其实没有什么影响 好 这个都是在这边去呈现 那 还有相关的方案比较 比如说不同路线的选定等等的 还有我的初步预算的拟定 同学很清楚的可以看到 除了在段落的错落分明之外 我把重点mark出来 我还很故意的告诉老师 我知道你现在考的可行性研究是什么 计符办法的第四条 很明确的写出来让老师知道 而且我用不同的笔去呈现 所以我告诉老师 诶 有这些重点 我知道 所以我都帮你标示出来 你在月券上方便 你给我的分数就也应该要方便 所以我在这边去做这样的呈现 好 那我的大纲用黑笔呈现 我的内容条列是 我就用蓝笔呈现 然后我的举例 为了区分出来是举例 或是细节的说明 我再换一个颜色写 我用黑色的去写 比如说这地方的交通需求量 比如说我对环境的冲击 又或者是在不同路线的选定 我都把它用黑笔去呈现 我告诉老师 这样的答案非常的段落明显明确 分数就会好 好 我们进一步来看 既然不同的段落 都是用黑色呈现的话 一样重点用黑色 然后我知道是纪笔办法第五条 然后重点的蓝色部分 条列式的部分 我都用蓝色呈现 然后举例 我都用黑色呈现 那所以其实 这些内容 是不是 虽然跟上面的答案是一样的 可是你有一个区分出来的时候 高低立刻就马上看得出来了 好 所以一样设计部分 是我的计笔办法第六条 那你在相关的进度 或者是你在做一些内容的举例的时候 是不是就等于把整个营管 甚至跨章节跨科目 比如说今天我问你说 我的材料设备 你可不可以提到工材的内容 可以你RC的一些 比如说你的耐震处 耐震梁 它的一些规范等等的 是不是也都可以给写进来 可以 这样是不是就做到了 除了跨章节之外 你还做了跨科目的内容整合 一个专业的工程人员 就应该具备解决问题的能力 好 所以我们进一步来看 我这些段落非常的明确之外 我还有举例 比如说我的招标文件 我需要知道我的空白标端 我需要知道我的空白标端 我的预算金额是多少 以及我的设计书图等等的 这些是不是都应该知道 好 接下来这边是重点了 重点在于我把这些内容写出来 我怎么跟其他同学做出强弱区别呢 除了我在版面配置的优化之外 我还应该要搭配什么 管理者思维 营件管理 营件管理 我站在管理者的角度 应该要用什么样子的思维 把这些营件工程 不论是工程 劳务财务案 去做一个完整的管理呢 所以我这边举例了 主办机关 我在委托厂商执行专任的时候 有不同管理的重点 比如说我在施工阶段的时候 我是不是很明确的举例了 我说我知道你这些阶段 因为不同的立场 不同的阶段 都会有不同的审查重点 以及掌握的重点 所以我这边举例 如果我在施工阶段 我在审查各个计划的时候 我可以参照什么 我可以参照公共工程委员会 他在109年的4月27 颁布的这个 建造计划 即品质计划 这个刚要去进行 而且我故意让他是 用不同颜色的呈现 然后这些内容 我除了知道 我可以找到这个法源依据 这个规范依据之外 我还告诉你 他不同的专案金额 有不一样的内容 应该要去赚写 所以我是不是站在一个管理者 告诉乐卷老师 这边是可以补充的 好 接下来呢 除了我在施工阶段之外 我还可以告诉老师什么 我告诉老师 我在招决标过程当中 有哪些重点要知道 我告诉老师说 他在招决标的阶段 应该要符合这些规范 这些专案的内容 进一步去制定 什么意思 比如说 如果今天投标厂商 对于我的上网公告的内容 是有异议的话 我应该要怎么去申请呢 这个又是我跟其他同学的 强弱的差别了 我知道应该要用书面申请事宜 并且你的时间要在什么时间之内 还记得刚刚说到的五个W吗 What 你要用什么方法 书面申请的方法 你要在什么时候之前 When 在招标文件规定的日期之前 比如说我的决标日是到今天 那我可能可以接受适宜的时间是 前面七天 这七天是七个工作天 还是七个日历天 都应该会在招标文件里面 很明确的规定 好 进一步如果说我的适宜的期限 至少要有等标期的四分之一 比如说我的等标期是28天 那我容许厂商来适宜的时间 至少要有七天 就是 依此类推 好 那既然厂商他是以书面提出申请 我就用书面回应他 所以我告诉岳俊老师 不同的阶段 施工阶段他采用的法规是什么 在招标阶段如果遇到了厂商有疑意 我应该要怎么去面对 这些都是属于管理者思维的部分 所以可不可以在技术办法地球条里面去做 补充说明 那你说 老师我在设计里面 设计阶段里面可不可以有一些举例呢 可以 同学可以去试着想看看 当你拿到一份考卷的时候 你一提配置的是两个版面 你应该要把哪些重点 哪些关键字给写出来 可以试着去想看看 这是我的作答方式 你会不会有更好的方法呢